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四百二十集 谁下得了手 我没骗你 是真的 萧揽月虽然在笑 脸上的神情却万分认真 就差赌咒发誓了 因为歌书天折磨宁王 并且最终把他带走的时候 我就在暗处看着 对呀 当时楚寒征意识到蓝叶云可能已经出世 而冲出门去寻找的时候 萧揽月的确正好从外面回来 两人还险些撞到一起 难道 虽然如此 楚寒征却依然有些不敢相信 真的 真的 我发誓 比真金白银还真 萧揽月用力点头 所以 如果当时我出手相助 歌书天是没有机会折磨宁王 并将他带走的 这一点没有人怀疑 因为萧揽月的功夫深不可测 那几乎已经无法用灵力深浅来衡量 正因为如此 楚寒征立刻摇了摇头 听不懂 你从头说 萧揽月点了点头 遵命 是这样的 宁王走到半路的时候 我正好往回走 不过我看到了他 他却没有看到我 正常 你功夫那么高 一般人发现不了你 众人各自点头却并不曾开口 等着下吻 萧揽月笑笑 接着说道 当时我一见他所去的方向 就知道是要去给歌书天送药 所以当我看到姐姐没有陪着 便暗中跟了上去 想着如果有什么意外 也可以就尽照应 当然 若是能够顺利归来 那是最好不过 不过可惜刚一进入联络站 歌书俊阳便露出了真面目 并且伙同歌书天对宁王下了手 宁王 当歌书天是要让你常常断金裂骨手的滋味时 你打算怎么做 还能怎么做 当然是玉事俱焚 蓝叶云淡淡地笑了笑 眸中却闪过一抹冷意 当时我已经知道 歌书天虽然恨不得立刻让我死 却必须暂时让我留下一口气 好以我为耳 引阿征前来送死 所以我便想跟他同归于尽 然而奇怪的是 就在我准备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 暗中却有人封了我的灵力 害得我什么都使不出来 才会被歌书天折磨成那个样子 真想不到 歌书天还有那么厉害的帮手 等等 不对 难道 刚刚说到这里 他便发现萧揽月的唇角 浮现出一抹高深莫测的微笑 脑中顿时灵光一闪 瞬间想到了某种可能 果然 萧揽月接着便点了点头 嗯 不错 那个暗中封了你灵力的人 并不是歌书天身边的高手 而是我 是我阻止你使出玉石俱焚的一招 歌书天才有机会对你动手 让你不止灵力全尸 而且全身骨头 筋脉禁断 成了如假包换的废人 而且是废得不能再废 几乎等于将你这个人彻底毁掉了 怎么也没有想到 居然会听到这样一番话 不只是蓝叶云 楚寒征等人更是错愕不已 半上说不出一个字来 许久之后 楚寒征才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你阻止云使用玉石俱焚的一招 虽然让他受了那么多折磨 却等于救了他的命 我才有机会将他治好 所以 你仍然是头号功臣 我只是不懂 既然明明有机会将云救走 为什么你却选择袖手旁观 难道是为了逼我在绝境之中 有机会幻化出真身 成为凤凰神 萧兰月转头看着他 突然笑了起来 笑容十分温暖 姐姐 为什么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 而不认为我是另有目的 想要害宁王呢 都在等你揭开谜底 咱不说废话了好不好 楚寒征翻了个白眼 如果你要害我们 从过去到现在有无数机会 还差这一次吗 快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萧兰月依然笑得温暖 好吧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 其实我这样做 最初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全你 而是为了成全宁王 因为有一点你们不知道 其实宁王也是可以召唤出体内羽翼的 只不过被他自己压制住了而已 什么 王爷也可以召唤出羽翼 被他自己压制住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嘛 王爷既然是凤王后裔 没道理召唤不出羽翼的 着实被萧兰月的话震惊 众人先是愣了一下 此起彼伏惊呼声才响了起来 一片惊呼之中 蓝叶云的脸上也浮现出明显的恶然 但是不可否认 他的眼底深处同样闪烁着一抹充满惊喜的光芒 如果我也能召唤出羽翼 就可以跟阿征比翼其飞了 免得每天自卑的不要不要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 在对付魔君和高凌诺等人时 岂不就更有把握了吗 这个消息听在耳中 楚寒正显然比所有人都更加兴奋 所以他一个人的惊呼声 就把其余人都压了下去 真的 真的可以 萧兰月聪明地留给了众人一些反应的时间 等他们的惊呼声悄悄落了下去 才含笑点头 当然是真的 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凤王和皇后的后裔 都能召唤出羽翼 但幸运的是姐姐和宁王都可以 只不过很可惜 因为六合封印 宁王的凤族体质一直无法恢复 羽翼本来就被深埋在体内 无法轻易召唤出来 为了完成夺回天下的使命 宁王日夜修习凤族王族的内功心法 虽然很快便突破九星 成为了绝顶高手 却将那双羽翼压制得更紧 埋得更深 更加无法被召唤出来了 虽然他讲述得非常清楚明白 众人反而越发不解 皱了皱眉 楚寒正代表大家问了出来 不是灵力修为越高 越有可能召唤出羽翼吗 怎么反而压制得更紧呢 因为宁王的凤族体质尚未恢复 萧揽月进一步解释了几句 凤族王族的内功心法 只有在恢复凤族体质的情况下休息 才能够令其达到最佳境界 并且水到渠成地召唤出羽翼 如果在体质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休息 则灵力修为越高 距离凤族体质就越远 自然也就将羽翼压得更紧了 尽管仍然有些似懂非懂 楚寒正还是点了点头 那么如果没有这场意外 等我们破除天地封印 仗云恢复凤族体质之后 他能够召唤出羽翼吗 姐姐 你的反应还是很快的 萧揽月暂许地点了点头 接着又摇了摇头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不能 因为他的灵力 是在体质尚未恢复的情况下 休息而来 就算是恢复了 这些灵力的性质 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了 所以仍然会成为 压制羽翼的力量 楚寒正了然地点了点头 却瞬间想起 萧揽月方才曾经说过 他这样做 不是为了成全他 而是为了成全蓝叶云 脑中顿时灵光一闪 不由惊呼出声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 要想让云召唤出羽翼 就必须把他的灵力 全部毁掉 等他恢复体质之后 再重新修炼 萧揽月多少有些意外 跟着惊奇不已地笑了起来 我没有说错 你的反应是真的很快 没错 要想成全凝王 让他跟你一样 能够召唤出羽翼 唯一的办法就是 将已经成为阻碍的灵力 全部废掉 重新修炼 当然不只是灵力 连他全身的经脉骨头 也要重新锻造一遍 让他整个人 从内到外都脱胎换骨 就好像在世为人一般 等他浴火重生 从火焰中重新站起来 就是他召唤出羽翼 王者归来的时刻了 尽管他形容的一幕尚未出现 但仅仅是听在耳中 众人便觉得心生神荡 万分期盼着那一刻的到来 虽然同样激动不已 楚寒征却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接着问道 所以你故意袖手旁观 就是为了让歌书天 用断肌裂骨手 将云的灵力经脉 和骨头全部毁掉 和给他一次 浴火重生的机会 嗯 没错 萧揽月点了点头 我并不只是袖手旁观 也顺便阻止了 宁王玉石巨坟的打法 当然 这一切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 而是在我听到歌书天打算 用断肌裂骨手时 才临时决定的 所以我也做了两手准备 如果歌书天打算 当场就将宁王格杀 那我就必须出手将他救回 至于脱胎换骨 浴火重生 就只能重新等待机会了 幸亏歌书天打算用蓝叶云 引楚寒征前来送死 浴火重生的计划 才一举成功 所以只能说这也是天意 天意不可为 直到此时 众人才明白其中的诀窍 而楚寒征也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萧揽月方才说 蓝叶云害得那么惨的人 并不是他 而是萧揽月自己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的确如此 不过话虽如此 略以沉吟之后 楚寒征还是皱了皱眉 既然其中还有这样的关键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那我们就可以帮助云 浴火重生 无需借助歌书天之手了呀 那么这次 你就可以直接将他救回来 那些折磨不就免了吗 姐姐 你说得好轻巧 萧揽月笑了笑 我问你 在场所有人之中 谁能狠地下心 对您王霞那样的狠手 把他全身的筋脉和骨头 寸寸打断 然后还要废掉他的灵力 谁可以做的 站出来给我看看 说着他的目光 从沈最欢等人的脸上 一一划过 虽然这只是一个假设 但是一想到 蓝叶云当时 那奄奄一息的样子 众人居然都不自觉地 后退了两步 连连摆手 别看我 我做不到 这句话说的 那叫一个整齐划一 可以说 六个人简直 从来没有这么默契过 因为他们的确做不到 就算知道是为了蓝叶云好 就算知道 如果成功 就可以帮他召唤出羽翼 他们仍然做不到 硬生生地 将他的筋脉骨头 全部打断 而面不改色 萧揽月又笑了笑 转头看着楚寒征 姐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